2月24日,网传有银行每天交易限额5000元的话题登上热搜 话题内容提到,近日由北京地区银行机构传出 对一类账户设置了交易限额,非贵面所有渠道的交易额度,每天上限为5000元 对此,记者咨询了多家银行获悉,非贵面交易限额会根据银行卡使用情况进行动弹额度调整 没有明确固定的限制额度,具体是客户交易情况和交易渠道限制而定 工商银行客服人员表示,手机银行自助注册和贵面注册限额不同 贵面注册每日限额是20万元,自助注册限额每日是1万元 支付宝、微信等第三方支付也有自身渠道的限额 农业银行客服人员表示,正常使用的银行卡一般不会有单独的限额的要求 但不同交易渠道会有各自渠道的限额 建设银行客服人员表示,非贵面交易限额没有明确额度限制 主要是依据客户以往的交易习惯进行调整 记者注意到,去年以来,多家银行曾相继发布公告 宣布对部分客户个人网银及涨银转账、非贵面业务的限额进行调整 对于非贵面业务限额后如何恢复 相关银行也表示,客户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银行卡至人一网点进行办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